下午4點多身穿白T 背著鞋背包的男子走進小巷子 怪異的是他不停低頭看水溝 沒多久他靠近同鄉會後向廚房 拿出酒精潑灑 點燃膚質要引燃火勢 隨後往巷尾逃跑 但他沒有真正的離開 而是在遠處觀察 火勢沒點燃他二度重返現場 再潑酒精縱火 沒多久民宅廚房冒出濃煙 隨後起火 而且火勢越來越大 那時候如果火大 這個瓦斯爆炸起來 可能不是小事情 太死了我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我們上面住了30個人 集合式住宅 樓上都是住高齡的老人家 萬一燃燒面災 後果不堪設想 或是很快被撲滅 警方也趕到現場 要了解狀況 但這時出現了他 他是前行政院長江一化 傍晚準備回家 看到多輛警車在附近 他下車多看兩眼 想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被縱火的現場 距離僵硬化的家不到50公尺 而縱火犯就是他 裝姓男子 台大高分子系博士生 擁有高學歷 化工背景 為何要縱火 工程是 走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是收到神明的指示 然後 請他要 這個點火 所以他就去附近的商家 買了酒精 然後用紙類的東西點燃 警方在嫌犯住處搜出了 飯時的酒精 以及毒品 安非他命 不排除是吸毒 吸到神志不清 卻差一點一把火 害人害命 還差點燒到前院長的住家 記者彭以德邵 要怎樣跳的喔